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月份我们应该会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 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 嗨 晚安 晚安 所以压力越来越大的一个情况呢 我想我们现在默默的都应该感受到了 我们会感受到的是春分点快要来的一个压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木星 水星都快要逆行了 木星尤其已经在开始逆行 所以我想从二月底开始 很多人就已经在开同学会了呀 然后呢 我们会怎样 怀旧啊 我们会开始晒老照片啊 嗨 大家好 叔伯特也跟我说哈喽 老师晚安 有时候会是有任务在身的直播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这样轻轻松松的直播 就是我一个人嘛 然后我的状态好就是好 然后爱吃什么 爱讲什么都可以 今天天气有点凉了 大家要注意保暖 因为行星在震荡的同时 尤其是水腻快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虽然23号才水腻 你看23号好像很久以前 对不对 但是据我的经验 有人说水腻的停滞会在一周前 或者是十天前 但是我个人觉得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通常水腻会出乎我们意料的早 因此我们现在都已经感受到水腻的压力了 你有没有说错话 或者你有没有开始东西故障 亦或是我告诉你 超级多手机新品发表会都是在水腻逆行的时候 真的真的 还有软体更新也是在水腻逆行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面临到说 那我的手机更不更的压力 有没有 要不要更新那个系统 很可怕哦 而且通常更新就是不见得很好用 就是那个概念 然后手机也会新品发表会在这个时候 然后手机也真的很容易故障在这个时候 所以个人 每个人都要当心 我今天就出了一个错啊 那个错很奇怪哦 就是我会录每日运势嘛 然后我要把我的录音档寄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寄的是3月12号的录音档 然后我就按着3月12号 打开它 然后寄出 结果我同事收到的是3月13号 是不是见鬼 我寄出去以后发现是3月13号 我觉得是不是录音档跟我自己写的名字不一样 后来我点进我们群组里面那个3月13号的听还真的是3月13号 我明明要寄3月12号 所以 原来这样活生生在我们眼前的也可以记错 真是了不起耶 我就感受到水逆的压力来了 所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呢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现在水星金星也都已经进群羊座了 所以各位 跟小孩有关的话题也开始出来了 小孩有关的话题 比如说 怎么教育小孩啊 所谓的小孩的教育专家可能就要开始有话要说 有表现空间 有舞台 或小孩有关的灾难也特别多 什么小孩受伤 小孩哭闹 小孩暴冲 或前两天不是有一个62岁的女人生孩子的新闻 有没有被激励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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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想 哇 哇 我也可以生吗 我比她年轻 说不定我也可以生 那我要不要考虑一下 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有一批就像我这样子的女人 就是我们明智已开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也有表现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会舍不得走进婚姻 或者是不愿意为了传统女人身上的职责 比如说结婚生小孩 然后放弃了自我实现的机会 那通常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呢 事业成功了以后 接下来就很可能会有点遗憾 没有孩子 那如果我到现在还有机会生一个孩子 我现在万事足矣 什么都有了 事业也有了 民生也有了 养小孩的钱也攒了一些了 但是我没有孩子 所以我只能疼猫咪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心里想 哇 原来我不用到二回 什么穿越回二十几岁 我也可能有小孩 那我是不是要考虑生一个 嗯 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大的机力 我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只是说我还有卵子吗 我想一下这个问题 好 老师模糊了 是吗 网路开始不对劲了 是吗 你们看到的是模糊的吗 呼 这个可厉害了 原来水逆已经开始作用了吗 然后呢 木星逆行呢 你知道木星是什么星 未人星啊 所以木星逆行你的老未人就会出来 或老什么什么人 一定在你生命中起了一个很重要作用的人 普通的人还不会入你的梦 不是啊 普通的人还不会逆行回来 而是有一点重要性 有一点条件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会回来 也许他是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父母 比如说父母年轻的照片 最近很多人在晒自己的妈妈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可以 我好像手边有一张我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就是这个时候不要晒自己了 有时候晒一晒这种回忆 或者是我妈妈多漂亮 你看难怪会生出我这么漂亮的小孩之类的 很多晒妈妈照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 不是吗 好 画面很清楚 谢谢你们告诉我 那我就不担心了 好 我要什么 我要老贵人 好 所以逆行的效应已经陆陆续续展开了 然后多多少少我们也会接到同学 或者是老同学的一些电话 而且好奇怪哦 我跟你讲 我是不讲电话的 但我今天就接到两通电话 而且他们都是很客气的 先用那个message 或者是line 跟我说 你方便讲话吗 那都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们这样客气的问我 就心想一定是一件用打字要打很久的事情 所以他们要跟我讲电话 我就说 哦 好 这样子 天蝎就会接电话 这样知道吗 不然我们天蝎座真的不爱讲电话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很怕露出真面目 比如说 我跟你面对面 我可能还会演一下随和 但是如果接电话 我不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 我可能就会口气很冷淡 天蝎就是这样子 那知道你是谁 我就不会口气很冷淡 而且也知道说 你几点打来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会用最佳状态去应对你 我觉得现代人不只是天蝎座啦 现代人蛮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也越来越不会讲电话了 对不对 因为现代人都很有个性 尤其天王星过去七年都在牡羊座 让我们个人的自主意识 就鼓励我们表现自己嘛 鼓励我们表现自己的情况下 每一个人的自我性格就会被放大放大再放大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奥K也会当得理所当然 所以我们是不是看到满街都是奥K 或者是没有礼貌的人 或者是很自我自私的人也是满街跑 这个都是星象使然 但是星象不是让我们往这个方向去 发挥我们自己也有更好的方式啊 不是吗 所以应该说是有些人质感不好 就会往那个方向去 表现出他的自私自利 那当然是不太好的 他们就是会被勾勒出他们的本性 那接下来呢 天王星即将要进入金牛座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趋势 什么是趋势你知道吗 我去年是不是就讲了一大堆了 所以各位 手座是趋势 然后质感 质料好是趋势 所以你如果你要做各行各业 你都可以朝这个主题去进行 比如说你要开餐厅 这个餐厅呢就绝对要以 比如说什么 跟小农合作啦 食材的原味啦 然后好吃 让我们的感官愉悦啦 或者是颜色很缤纷啦 你只要掌握了这个 让我们五感得到满足的这个 Keyword 你就能够领潮流之先 也就是说你是要有特色的 你不一定要 你看米其林这一次在台湾 我觉得蛮有趣的啊 它都是以台北为主 这也蛮妙的 其实高雄啊台南啊台中 都超级多美食 可是这次米其林名单是台北啊 然后有很多夜市也都上榜了 作为台北的吃货 这些夜市我都吃过 然后其他的店家啊 我没吃过的 我会有点不想去 因为我猜 现在台湾人很会吃嘛 所以那些店家应该都挤爆了 那我不太喜欢跟人家挤 而且得到米其林也不知是喜是忧 因为很多人的情况下 有的人就会精益求精 但我不知道有不有人会堕落 比如说就开始变贵了 就开始变不好吃了 这很难说 所以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但anyway你看 美食好吃这件事情 会变成我们国民的追求 因为天王新到金牛了 所以做吃的 他挺赚的 重点是你要好吃 要不然就是 你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刺激 因为金牛座 这个星座他要求就是CP值 一分钱一分货 以及 朴实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太会买就是 什么虚滑的 你知道状况很气派 所以很贵 东西又不好吃 以前可能这个还行的通 但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质感 我们要的就是物超所值 或物有所值 然后 越小的生意 因为金牛 金牛是跟小钱有关系 跟我们手里拿着的钱有关系 过日子的钱有关系 好 那这个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很讲究 很要求 对不起哦 逆行的威力来了 刚刚是不是一度 就是我一直在重播卡住 因为我这边就是连线不佳 待会如果再连线不佳 我就 就停下来了 我们不要去跟水逆的威力 做一个挣扎 好 然后呢 我刚刚讲到哪里 对 趋势 所以跟吃有关系的 哎 很好哦 而且金牛跟我们的喉咙有关系 所以你看什么喉咙 肩膀 背部 不管是你特别的酸痛 然后需要这方面的治疗师 亦或是呢 你是卖喉糖的 你是做高领的 你是 护博的 或者是 什么什么 只要跟领子啦 跟脖子啦 有关的 所有东西 很可能都是会 是潮流 或辅马 或常常有这样的新闻出现 什么 你要怎么治疗肩颈酸痛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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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既然跟喉咙有关 是不是也跟声音有关呢 所以如果你是声忧 你的声音很好听 或者是你的声音很有特色 亦或是唱歌 所以我也很考虑在我的直播里面呢 恢复唱歌这个单元 所以各位请拭目以待 洗耳恭听 OK 虽然我每一次呢 讲话的直播有四千多人 然后一唱歌就掉到一千多人 但是 谁知道呢 天王星金牛了 是不是 我们银行高歌 说不定很有市场 然后 金牛也跟身体有关系 所以各位 我们天王星金牛一来 各式各样的身体 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大家在讨论 身体机能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性 什么姿势 或者是性的尝试啦 什么性爱机器人 像这种把性物质化 功能化的东西 就会陆陆续续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所以性爱机器人 应该会有不错的 爆发 或者是不错的进步 比如说他长得就 也真的很好看哦 也真的很好用哦 这是我们单身女郎 或者是单身男性的福音 而且性这种事情 放在台面上 我们也不会羞耻 为什么呢 因为金牛嘛 金牛就是讲究 我们要满足啊 我们肉体的满足 所以我说吃也是一种 然后性也是一种 然后各种的身体 也都 会被鼓励 就是你不要因为自己胖 就自卑 你不要因为自己没有腰 就胖有胖的美感 尤其是 金牛的年份里面 哇 搞不好 唐朝的盛世又来了 我们 胖胖的也能够成为焦点 所以你看 我们这些有点微胖的女生 应该我也不是只有微胖而已啦 我们这种微胖型的 会占据版面 我告诉你 或者是健身的新闻 健身房的一些生意也会比较好 因为每个人都开始照顾到自己的肉体了 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肉体有不满意的地方 然后想要去把它训练好 想要把它去锻炼好 为了健康或为了视觉效果 这就是金牛的效应 还有什么呢 水晶金星现在已经在牡羊做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要为水晶金星牡羊呢 做点什么 比如说我开始 因为牡羊也跟我们的头 跟我们的脸有关系嘛 所以在这个水晶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秀秀自己以前的自拍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来看我们的颜值进化史 那我个人呢 特别特别有感一件事情就是化妆 那虽然我不是美妆部落客 我也不是美妆达人 但是因为我在演艺圈很多年 我的外表被人家照顾的很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 有化妆有差呢 我跟我的老同学碰面了 我就觉得 因为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环境不需要他们化妆嘛 那就会有差别啊 然后我以我的功力 我随随便便给他画一下 他就变美很多 你知道吗 所以要不要我也来教你们这种 最简单的画法 好不好 化妆就是几个诀窍 虽然我不是美妆部落客 但是我不能画到像他们那样 那么的 棒 但是我觉得 妆就是几个小诀窍而已 以前我就是不懂 然后我就把自己画的鬼一样 比如说老觉得眼影一定要看得出来 No 不用看得出来 就这一类的 所以改天我来教大家化化妆好不好 好多人说好好好好好 有差哦 我真的不骗你 那我要我要教大家化妆的时候你们就把自己的化妆品准备好 OK 我们就一起画 但是画之前我要素颜是吗 那我考虑一下 老师直播教学 因为我也不是跟谁学 我就是跟我的化妆师学 然后学了一个很适合我的画法 但是我觉得很适合我的画法 应该也很适合你们 我觉得万流不离其中啦 因为我也不是需要画什么很夸张的眼线啦 或者是画多么奇怪的眉毛 就是淡淡的 然后很奇怪 真的 他们在帮我画的时候我就拿着镜子开始学嘛 他也没有撇几笔啊 他收我那么多钱好几千块 你好歹画个一百笔吧 没有 就撇几笔 可是撇的刚刚好就会很有效果 就是这么厉害 来教大家 来 然后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老师的指甲很美 没有我的指甲 就是很正常的指甲啦 就法式指甲 应该在外面 你们找人家做指甲的时候 都这是最基本款 最不会出错 然后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 我试过其他颜色 我有试试看 但是我通常一试就后悔 因为我的个性啦 我看着指甲很不顺眼的话 我那天工作心情都会变糟 那我试过很多种其实也都很好看 只是我不习惯 我固定工的 你要改变我不容易 然后我就会第三天就去拜托他把它弄掉 那我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吗 后来我就死了这条心 我永远都是法式指甲 然后我最近去做了一个睫毛 这个是我有去做的 你看 这个不是假睫毛哦 这个是我的睫毛上面在种 一个睫毛 这睫毛很厉害哦 我以前 种过两次 但是我都受不了 我后来遇到宅女小红 她的睫毛就好漂亮 而且她是要去买菜的时候 我遇到她 我说哇 你出门买菜还带假睫毛 她说没有 我是种的 就是在真的睫毛上面在加 然后她就不用化妆 看起来就好像上妆 那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还蛮方便 你看我都不用戴假睫毛 那她叫加蒂斯的样子 嗯 在那个中校微风 中校那个那个复兴 中校复兴站 微风 在我微风 不到微风广场那之间 的一家 到时候再把资讯告诉你们 我觉得她种的还不错 至少我洗脸的时候很方便洗脸 就是我也不用去避她 她可以很正常的洗脸 这个很厉害了 对不对 好啦 我就是有在这里小小的做一点努力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只要打好粉底啊 化好眼线眼影啊 我眼线还是要化一下 然后口红再补上 就很厉害了 到时候再来教教你们好不好 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女生 其实就是打粉底啦 粉底最重要 皮肤好跟不好差很多 那如果你皮肤不好 化妆 让它看起来好一点 也有差 我为什么讲到这里来 我其实本来只是讲说 水星跟金星在牡羊 我们要来讲讲头跟脸的东西 可是呢 水星金星率先进入牡羊座 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我说的一种树煞的压力 什么是树煞的压力呢 你知道什么是牡羊座 我们先不要讲牡羊座人怎么样 我要讲的是占星雪里面的牡羊座 占星雪里面的牡羊座是火能量很强的一个星座 所以 只要行星要移动进去牡羊 一定有火灾 火难 比如说烫到 受伤 割伤 莫名其妙身上出现一道伤口 莫名其妙被什么刺到刮到 有没有 就在前几天 因为水晶已经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迎接的是第二波 现在太阳还在双鱼座 但是太阳会在二十号以后 下旬以后呢 移动进牡羊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从十五号开始 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当心 家里任何任何的电器 包括你开瓦斯 关瓦斯 请你一定要记得 这样知道吗 你不要记得开 但是忘记有没有关 然后你出去 你就会惶惶不安一整天 所以所有用火的 你看我昨天 我昨天做那个 三星的S9 Plus的 那个开箱直播的时候 我在测试它那个超慢镜头的时候 我就用打火机 有没有 你就是莫名的会用火 所以跟火的那个能量 会非常的接近 所以不煮饭的 搞不好也开始去煮饭了 平常不点蜡烛的 也开始在点蜡烛 那这个都要什么 小心 火烛之灾 这样知道吗 然后也要小心刀子 你可能莫名的也会想要拿剪刀 或刀片 那在使用这些利器的时候 都要特别特别的当心 那想吃火锅吗 尤其是天气又冷 那吃火锅的时候 用火是不是要当心 那个店家如果是 安全系数很低 或者是他的环境看起来很危险 或者是龙蛇杂厨 随便有人会在旁边干架 都要当心 然后还有 母羊也跟速度有关系 所以开车的人 一定要记得 不是只有你安全就好 有时候旁边有疯子在那边飙车 经过 你能闪多远闪多远 这样知道吗 因为 母羊要来之前的这个时间是气流最乱的 他又很像一道关卡 那你能够平安度过 那你能够平安度过 你就能够穿过那个门 走进下一个阶段 那不能的就会被挡在门外 这样知道 知道专心的人 我们就要提高警觉 对 那真的是 我应该会出什么状况 我应该会出什么事 我自己都很清楚 那我身上会更严重 那你们的身上呢 然后我告诉你 我还不用等到什么3月18号 还不用等到那个时候 我前两天已经犯了一个初心的错误 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 我把我的隐形眼镜 然后拿那个眼唇卸妆液清洗 因为我有一个生理时间水用完了 丢掉 然后旁边我就准备了另外一罐 我不太认识 包装不太一样 我就放在那里备用 然后等到我真的要用的时候 我就顺手拿 因为不太认识的罐子嘛 我就顺手拿起了旁边那一罐 长得很像嘛 长得很像 就叨叨叨叨叨 还觉得它有点浓稠这样子 然后还洗一洗 然后就这样戴上去 我当场就刺痛 然后赶快把它拔下来 然后我心里想怎么会这么痛 是因为上面有一根猫毛吗之类的 结果一看 是我洗眼唇卸妆液 拿来当生理时间水 我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洗眼睛 幸好眼唇卸妆液通常都蛮温和的 就是不会让你的眼睛受伤的 因为它就是要你卸眼唇嘛 所以它本身就不伤眼 但是会让你痛一下下 因为还是你整片贴上去了嘛 我就犯了初心的错 我那一整天我就不能戴隐形眼镜 我就当一个大进士 幸好那天不用出门 因为眼睛也红红的 anyway我就犯了这么一个初心的错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 董占星有屁用 有时候怎么说呢 他就是很考验你的本性啊 我的本性就是差不多小姐 我是个差不多小姐 所以有时候你看我的书 要是那个日期写错了 我真的很抱歉 所以我最常用的字眼就是什么 三到五月啦 什么四到六月啦 八到九月啦 我尽量把它模糊掉 因为我就是也很怕 该写对的日期写成错的 那不如我就模糊处理 而且据我所知啦 就是我的经验 很多星象的移动呢 虽然是什么 比如说水逆是三月二十三号才进来 才开始逆行 但事实上并不是啊 从现在你就可以感觉到水逆的威力了 不是吗 所以我就不能只是说那个日期 其实在那日期之前 就会有鲜艳的效应 就好像现在天王星还在牡羊 但是它已经有天王星金牛的鲜艳效应了 好所以各位想要跟随流行 我又跳到天王星 想跟随流行 你一定要知道 靠近什么农业啦 或者是你能够把这个元素 用一种很fashion的方式呈现 科技的方式呈现 都会很很有市场性 那至于这个我刚刚讲的牡羊座 到了三月下旬的时候 这个春分 各位就要特别当心 就是气流的变化 也包括什么吵架啦 纷争啦 离婚啦 鸡飞狗跳 这种斗争的事情 要特别当心 特别当心 所以脾气不太好的 是不是已经开始 逗来逗去了 吵来吵去了 有没有 那新闻记者应该最高兴了 新闻记者最喜欢看这个 骂那个 那个骂这个 然后他们两个要打架 这就是牡羊座的时候 牡羊座有点像是有运动员精神 所以我也没在怕你 你也没在怕我 我们就来喊擂台 我们就来决斗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 那如果你是和平主义者 或者是你本身很怕冲突的 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周遭的一些气流 尽量规避一下那些敏感的话题 或规避一下危险的分子 不要跟他们靠近 因为一靠近就可能会有麻烦事上升 这是提醒大家的 这是三月份最需要注意的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了 现在已经开始了 而且呢 三月十 现在已经开始什么呢 手机啊 自己要当心啊 有的人要故障了 所以你一定也会去思考 你要换什么手机 对不对 那我也做了一个手机的开箱 那说不定开始 各家各行 也开始释出利多的讯息 在干嘛 在吸引你换手机啊 然后在这个时候 水逆又让你故障一下 哇手机市场就活络了 所以如果你是做通讯的 你是做这个交通运输业的 你是开火车高铁 你是坐电梯的 坐电梯就是做这个电梯生意的 维修的事情一定很多 你一定很忙 还有哦对 天王心金牛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金融一定会震荡 它其实不是金融 它比较像最近有一个字眼 就是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被提起了 那什么是通货膨胀呢 通货膨胀就是你手上的钱 越来越不值钱的意思 因为东西开始一直涨一直涨 这个就是很天王金牛 它不会是一个永久的现象 但是它绝对会让你很有感觉 在天王金牛的今年 所以今年我们一定会感受到 自己的钱变薄了 钱不好使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 也许就过不下去了 而思考要不要反谱归真 比如说要不要搬回乡下 要不要搬回父母身边 要不要继承家业算了 不要在城市里面跟很多人挤 也就是说 钱这件事情会决定了很多人的生涯规划 你向前看 所以去做哪一行 或你因为钱 所以回到家乡 或者是我们开始重新 过着什么样的小资的生活 所以省钱达人 或者是生活达人 就会慢慢的出现 怎么样可以用多少钱过一年 怎么样用多少钱吃一顿什么样的饭 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就会非常的受欢迎 如果你是一个部落客 或者你是一个YouTuber 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 教我们怎么过生活 如果你很行的话 你会红哦 好 应表机手机大坏 已经坏了 对啊 我告诉你 我手机好好的啊 但是我记一个档案 记3月12号 结果记成3月13号 这不是见鬼了吗 我真的不骗你 就活生生在我眼前上演 我明明点的是3月13号 反正就是我点得对的那一天 但是记出去是错的那一天 很奇怪 水逆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好有趣哦 然后因为我是老师嘛 所以我记到那个群组 群组里面没有人敢吭声说 老师你记错了 没有人敢吭声 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的 我记错了 我就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说 我不是记错了 我是记对的 但是因为选逆 所以我见鬼了 好 我看大家的留言 老师可以请来宾当model 您说请来宾来让我画是不是 这个点子不错 所以素颜的是她 丑的是她 不好啦 不好啦 我比较会画我的脸啦 今天的妆就是我自己画的 还可以吧 我教大家画这个妆 你们可以接受吧 对不对 可以吧 好 看到老师很开心 好 我是懒人化妆法 越简单越真实越好 OK 老师的本质好 谢谢你 你说的是我的底子还不错 底子不错这件事情 就是平常要照顾啦 那如果不照顾 其实很多 网路上不是也有什么 把几十岁的老太太 画成三十岁的少女之类的 其实她通通都是跟粉底有关 我现在才知道 粉底非常非常重要 那年轻小姐们 你们粉底 你们先天条件好 因为青春嘛 所以不需要遮来遮去 但是我们就很需要什么 遮瑕啦 灯光啦 还蛮需要灯光的哦 有灯没灯长很多 我这个灯还蛮强的 现在有点曝光过度 但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会看不到我的法令纹 跟我的木耳纹 不然的话你看 这是没办法 这是岁月的痕迹 这除非去整形 你知道吗 微整形 微整形就整这个啊 就是把它拉起来 这样子 算了 拉起来不好看 好啦 让它自然垂下来好了 OK 安妮莎 安妻莎 说前几天被猫抓 猫爪插到 今天被烫到 有没有 所以各位 刀火烫伤要小心 这个整个三月 你都要小心就对了啦 因为三月 一 金星水星 在六号七号进来 然后呢 太阳在二十一号进来 这个已经相隔不远 然后第二 火星在十八号进去一个 最火星的地方 叫摩羯座 它是火星的强势位 所以火能量也非常的强 而且各位一定要特别当心 它是冲着皮肤来的 所以皮肤的烫伤 皮肤的灼伤 都是很会很严重 但相对的 你如果想要治疗皮肤 这段时间可能也是可以 积极治疗的一段时期 但是那是针对必须治疗 不得不治疗 比如说皮肤啦牙齿啦 所以牙医们 皮肤科医生们 你们开始接招吧 你们要开始忙碌不已了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你就不要去作死 就是不要 明明可以不要 你还偏偏要 这样知道吗 比如说偏偏去 碰个火啦 高温什么的 弄一下啦 或者是去换肤啦 在这个时候没事去 用牙齿咬瓶盖啦 那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因为这段时间是 这地方很容易受伤的时候 所以整个三月请注意 就不要挑战你的牙齿 不要挑战你的皮肤 你要裹酸换肤什么时候都可以 都要这个时候 不然你会蛮容易破烂 灼伤啦 然后破洞啦 整个三月自己当心 可是我跟你讲 月是叫你不要 你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很想要 人就是这样犯贱 心向才会准 因为心心的能量 会引导你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想要自我改造 我觉得用温和 简单的方法就好了 好不好 那在你的牙齿 还没有崩坏之前 然后我们用一种 温和的方式去保养它 会比较好一些 好 有朋友 老师不要慌张 我 我没有慌张啊 来 现在已经水腻了 有人说不小心 划破杯子 看一下 好 有人去锈眉了 锈的效果怎么样 对啊 我过两天也会去锈眉 你看 冲着皮肤来 锈眉是不是针对皮肤 锈眼线也是 所以你会忍不住想做这件事 所以这段时间 什么锈眉纹眼线的业者 或者是什么锈唇 锈唇也是拿针针 对不对 我不能锈唇 不能锈唇 再了不起的店家 像我上次在加蒂斯做睫毛的时候 他们说那个嘴唇做起来很漂亮 我看那照片也真的很漂亮 但我不敢做 因为我之前失败过两次 就 特别是嘴唇 就整个肿起来 很可怕 你看我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有没有 我这一块 这块嘴唇特别不一样 皮肤的感觉跟这边已经不一样了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火星要来摩羯了嘛 18号要来到摩羯 我一定忍不住会想试试看 所以我要克制我自己 有人说今天公司的电脑 已经疯狂秀斗了 应该是 然后可能也会有约来约去 然后那个词不达矣 或者是口语上有一些误解的可能 灯光 然后老师推荐好用的粉底 我用的粉底有很多种 很多种 还蛮知名的品牌 好啊 我推荐我私人的 好吧 我私人喜欢的 对不起 有一些厂商可能有送我 但是 那个色调可能不适合我 所以我就会送给我妈妈 那我就秀一下 什么时候秀啊 我找个时间 一定会有一个时间 我觉得该秀 可是我礼拜六要去大陆了 我会去大陆跟香港 要去一个礼拜 所以也许我会在大陆秀 没关系啦 到时候看情况了 希望灯光好 秀起来比较对 好 千块翁说 所以流氓会特多 也会哦 也会哦 因为牡羊跟运动员 跟那个暴力分子 或者是跟战争话题 都有关系 所以这段时间 也许我们就会看到 什么火山爆炸啦 什么对撞啦 失火啦 盖家啦 哎呦好大声哦 盖家啦 这一类的一些新闻消息 或者是特别冲动 呛瞎 谁呛谁 谁又呛谁 呛回去 这种 因为他们都是很做自己的人 所以做自己的人 就会变成 台面上新闻很多的人 你现在看翻开报纸啊 最近新闻很多的那些人 哪个不是做自己的人 没在怕啊 我天不怕地不怕 的那些人 那像我们这种胆小鬼 就不会是这段时间的 台面上的人 因为我们不是牡羊人 牡羊座类型的人 那小孩子也是哦 小孩子就是牡羊座掌管的 所以童心也好 或者是可爱的小孩 或者是讨厌的小孩 比如说 鸡鸡啊 鸡鸡啊 也可能会是新闻的焦点 也许他们闹什么事 或者是 跟小孩有关的电影 跟小孩有关的行业 都会被提起 有人说已经被烫到了 你看 三月份 我们就是要特别 特别的当心这个 还有脾气暴躁 Christina 对 你说脾气暴躁 你已经暴躁了吗 或我们可以开始聊脾气暴躁的人 或我们会开始聊那些很自我的人 什么叫很自我的人 我们不自我的人都会遵守交通规则嘛 我所谓交通规则是做人处事 比如说 有些人他拒绝你 原因很可能是有很多很多背后的原因 然后他会用一个漂亮的说法 哎呀不好意思哦 可能没有时间 可是很自我的人就会说 为什么没有时间 我看你明明就有时间啊 他就不懂你话外音 然后就来对你追根究底啦 或者是要求东要求西 这就是很自我的人 那这些很自我的人 可能就会让人很伤脑筋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不懂交通规则 好 手机泡水了 手指被抽屉 连击两次还喷血 My God 徐 慧玲 你要小心啊 你要小心啊 你现在就这样 那你到了21号该怎么办 你到了18号 19号 20号 21号 你该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还不到 17 18 19 20 这段时间我们自己也要当心 嗯 比如说 那段时间我在哪里啊 我 我 从南京到香港 因为我要去香港看两处舞台剧 听说香港有两个舞台剧很棒 那我要去那边看 那 不知道耶 在那边 在香港我会遇到什么 比如说 车很多 然后或者是 人挤来挤去 或者是 去茶餐厅吃饭的时候 被服务生气到了什么之类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被挑战的点 嗯 我也要当心 你也要当心 加油 好 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 啊 我不知不觉已经讲40分钟了耶 我真的很会讲 我是母羊 最近真的觉得脾气很暴躁 有点难压抑 但是我不想引发战争 很好很好 有这样的自觉 其实我一直觉得 心向它真的是 无可挽回 或者是无可抵挡的吗 就像我前两天 泡了那个什么 眼唇卸妆液 然后我 当下我就有一种 唉 对 我们脑子里知道 但是我们行为也要修正 比如说 我一边嘴巴告诉你们说 不可以粗心 不可以粗心 但是我自己的生活上 依然很粗心 那你就逃不够命运了 也就是说 在我知道该不粗心的时候 我从那一天开始 所有事情都很细心 对 我平常不看罐子的说明书 我直接觉得 就是这一罐了 我就拿起来用 然后一想到 诶 唐老师说要细心一点 我就那个时候 多看一眼 说不定就不会犯这个错 但我没有多看那一眼 而很多的错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我那天 本来可以出门办事情的 但是就是因为眼镜戴不上了 我就不出门了 因为我会看不见 我近视四百多度 所以看不见的情况下 就不能出门 你看耽误了多少事 就是一个没细心 所以咯 如果你不想烫伤 你不想受伤 你不想吵一个架 然后本来很好的合作关系破裂了 然后不该走的人走了 你不想犯这个错 你就要告诉自己 我要忍住 要以大局为重 不能当那个个人主义色彩太明显的人 因为你如果个人色彩太明显 这段时间会被凸显出来 比如说以后你就成为黑名单 你不会知道你成为黑名单的 你也不会有感觉的 但是你会成为黑名单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你很自我嘛 自我的人怎么会知道自己自我 你不知道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但是某一天 怎么门前冷落车马熙 为什么帮我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为什么本来应该 这个时候要有的Case 怎么没有了呢 你才发现 大事不妙 而那事情已经过去 就是现在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要当那个太自我的人 这是为了长远来着想 好不好 小不忍则乱大谋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虽然在这种心向的笼罩之下 你很难忍 你真的很难忍 因为来的人都是挑战你底线的 发生的事情都是让你很讨厌 很生气 很想诅咒他 很想口出恶言 有没有 这是想爽坏一下 所以没关系 你就是在自己的群组里面爽坏一下就好了 看着讨厌的人越混越好 会生气吧 对不对 看着没礼貌的人怎么还有好下场呢 会生气 OK的 但是 没办法啊 这段时间稍微让小人得志一下 就这段时间 OK 好不好 那要不要赔上我们的形象呢 要不要赔上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好感度呢 没有必要 好不好 那大家感情在这段时间要小心不要吵架 Doris 任何时间都不要吵架 有那么好吵的沟通嘛 就像昨天我问George的 George 他也觉得 怎么说呢 好的感情 嗯 我想所有 有什么叫爱情疑难杂症的诊断呢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跟最源头有关系 吵架 那你要看你跟谁吵啊 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吵 我说真的 吵架是为了你们更靠近 比如说吵着吵着我们达成共识了 吵着吵着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终于知道了 因为不吵不知道嘛 那这种吵架就很棒 因为这种吵架是一种沟通 只是大家沟通的直接一点 但是如果你们吵的是一直以来都没有结论的事情 永远 你不妥协 我也不会妥协 然后你不 你不改变 然后我也不放弃 如果你只是吵这个没有必要 我说真的 你应该做的是评估 比如说也许你该改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也许你该离开 你们根本不合适啊 但是呢 事情如果能够这么理性处理就好了 事情是不可能这么理性处理的 对吧 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缘分 有一种东西叫感觉 有一种东西叫feel feel还在嘛 然后我对你很有占犹豫嘛 我可能还是觉得蛮喜欢你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 还想占有 还想改变 所以 每一个人其实在感情关系里面 都在尽情的展现你自己 所以你眼睛 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在看着别人 其实你正在展现你自己 当我想控制对方的时候 与其说他太花心了 所以我要控制 不如说 你有没有发现你蛮爱控制别人的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你应该从这段关系里面 的相处模式去发现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因为 谁陪你生下来 你自己啊 谁陪你走人生最后一天 你自己啊 你就算有一个人陪你到老 他也不能陪你进天堂啊 不是吗 只有自己跟自己是从头走到尾的 所以 谁对你最重要 自己 在一段感情里面 你把自己修好了 你就会有一段好感情 真的 那我 我现在没有感情的原因就是 我不觉得 我扛得起 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以前的经验 就像我昨天跟George说的 我以前的经验让我知道 我在感情里面会很不成熟 比如说 我 进入了两人关系 我就会发现我很没有自信 我就会开始觉得 你会不会一直在看别人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看别人 他真的那么坏吗 不一定 他可能只是人缘好 但我会这样觉得 是因为我对我自己没有自信 我觉得自己没有女性魅力 这样知道吗 我可能 三星很厉害 工作很厉害 但是 当女人不够厉害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不可能 你不可能爱我 我一定要很努力 或者是 我要多问你两句 你跟他聊的那么开心 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还要棒 哎呀累死我了 我发现我在两个人关系里面太累了 这是为什么后来我宁可 就是 把全副心力放在工作上的原因 我相信很多女生 她跟我也是一样的心情吧 比较爱自己的女生 就会有像我一样的症状 那这个时代 又给我们女生很好的创业 或者是工作上的机会 所以我就是非常典型 到现在还没有生小孩的原因 可是到现在 没有另外一半 也可以生小孩的话 那我 我会考虑哦 就是 略过那一题 略过我不太会的那一题 然后 生孩子 如果我子宫还可以用的话 让我考虑考虑 好 徐静淳说 想太多真的很累 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 为什么会 之前在 《非怪命运》那个节目里面说 我觉得谈恋爱 就是自己跟自己谈恋爱 自己跟自己斗争的一个过程 你够成熟 你就可以谈好一个恋爱 或你愿意妥协 你就可以谈好一个恋爱 那不妥协 然后又不够成熟 那很抱歉 就很可能会鸡飞狗跳 到几岁都鸡飞狗跳 我告诉你 这绝对没有 不存在的什么 60岁就会好一些 70岁就会很顺利 没有 我告诉你 你去跟那个70岁的人讲话 他的心里面还是30岁 我告诉你 真的 你活到了一把年纪 你才会知道这个真相 跟我一样大的举手 你心里是不是还住着一个青少年 一定的啊 只是说我们老了 然后已经有一点身份地位了 所以不方便那么幼稚 不然我们里面绝对是青少年 看到漂亮的 年轻的 小男生小女生眼睛还是会一亮 只是说 一亮之后呢 我现在是大人了 我现在是老师了 我不可以乱摸人家 我不可以乱追 我不可以露出流口水的样子 我们会克制自己 这样知道吧 克己复礼 像赵大人一样 好了 青少年加一 对不对 每段感情都好像在修学分 还有春分呢 太阳要进入 那个 牡羊座的这段时间 来 这四个星座请当心 牡羊 巨蟹天平摩羯 因为开创星座本来 所有的气流走到开创星座 一定开始就是 形成了一种压力 每一个人都有压力 那更不要说这四个星座 这四个星座的人 因为你们的个性太认真了 你们如果一忙 可能就会忘了吃饭 一忙就会忘了休息 你们是属于这种很认真型的 然后性格也比较轻 然后在这个春分的要来临的时候呢 他特别也会对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支柱型的事情 比如说事业的事 比如说一个新的合作要展开 你就要开始紧锣密鼓 你是不得闲的 所以所有的人就是像春天的虫一样 我们都该醒过来了 因为已经精直了 我们已经不能埋在土椅睡睡觉跟冬眠了 我叫你睡的时候你不睡 你现在后悔了吧 一我们要开始忙碌了 二我们的一些关系要产生变化了 比如说有的人要离婚 有的人要分手 有的人要谈合作 要开始磨合 都是在这个时候 三月份 三 有些 有些行业 你一定可以感觉到最近很多行业收的收倒的倒 比如说走出去巷子某一家店 怎么开始招租了 他换了 然后再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一家新的店又出现了 所以这就是一段这样的一个时期 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在改变 很多事情在改变 那更 那这种改变的能量 这种简直是 直走左转或直走右转 就差这么多 已经不是一路执行 直走忽然左转 直走忽然右转 的情况下 很多关系也会产生变化 你现在觉得合作得好好的 他说不定那个时候就发神经 所以本来就已经不太好的 他可能发的更大的神经 知道吗 各位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 简单讲就是我们要开始穿好护甲 穿好护甲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来的话 处变不惊 好好的去应对他 因为他也会是你生命的转折点 比如说公司如果无预警收了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无业游民了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对这件事第一 除变不惊 第二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 这是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好好的你干嘛转 但是事情发生了你就知道非转不可 那这个转说不定反而好哦 好已经很多人给我哭脸了 你们已经遇到了吗 大家已经遇到了 还是很害怕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真的不要害怕 因为不是只有你遇到 很多很多人都遇到 那更不要说时代再改变 现在还有人说要去移民火星呢 然后有很多行业一定会被机器取代 然后现在年轻人跟以前的年轻人也不一样 以前年轻人只要认真做事就会往上爬 就可以买到房子 现在是薪水比以前低 房价比以前高 所以很多年轻人是很失落的 可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存法 也就是说你的成功不一定 副植被的成功是你不用去复制它 你有你的成功 你有你的成功 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依然把日子过好就是你的成功 这样知道吗 成功的定义已经不同了 所以也不需要去跟上一辈的比 那上一辈的如果那么不懂事 拿这个来给你们压力 那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这样知道吗 因为时代不同了 我也不会鼓励你们说复制我的经验 或者是你们没有我的机会 就会要争取我去争取机会的方式 我觉得不是的 我唯一可以教导大家的就是 我好好地把一件事从头做到尾没有放弃 比如说占星就是占星 我从来没有占星到一半 转弯什么 就是从此以后当主持人 然后就放掉了我的占星 没有啊 对不对 我身兼其他的职务的时候 我的占星依然 好好地经营下去 我好好面对一件事 有人说 好好地把一件事做个一万天 你就是个专家了 那我当然已经是专家了 那你们也可以啦 这个是时间可以换来的 very good 我自己很喜欢 所以我走老运嘛 因为我越老就会领的越多 领到你们对我的爱戴 领到你们对我的信任 遇到工作转换会好吗 已经遇到神经病发神经 遇到工作的转换会好吗 各位 遇到工作的转换 不管好不好 你都要转换 乖 没有什么好才转换 不好就不转换 没有这种事情 转换就是转换 有时候蛮无奈的 比如说我 其实我都觉得 现在的 假设啦 前三两年前 我直播什么 新闻就爆什么 有没有 那真的是很受宠爱的一段时期 然后呢 时间到了现在 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也不是很 天天这样 没有人在天天过年的嘛 对不对 总是有 因为媒体新闻都是追逐新鲜感 所以他们就开始追逐新的对象了 那对我来说呢 就是我把场面好好的顾好 可是 会不会变 会啊 我虽然已经到了 还不错 因为大家很信赖 我很喜欢我 我也很开心 觉得自信从这边来 但我的自信如果只从这边来 万一脸书的政策又变了 怎么办 所以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是我的教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月亮是在巨蟹座 巨蟹座是一个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星座 我月亮就在这里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哪一件事情是永远的 那我自己也 因为这样的性格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 宁可花双倍的努力 比如说 我可以成为主持人 但是我依然不会放掉专心 然后 我有一天又成为网路上的直播者 那我也不会放掉我的专心 也不会放掉我的主持 所以 每一件事情就是只要多一个机会 我就多一个篮子 我通通都去承接 因为我也希望你们 不要放掉你们的各种可能性 好不好 这样子会有安全感一些 这是我可以给大家的建议 这我想放在哪个年龄层都是可以的 也不是妈妈那一辈才适用 我觉得任何一辈都适用 然后以及 我觉得 天王兴在金流的时候呢 不要小看自己 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强项 它很可能都会成为 改变你命运的枢鸟 小小的强项 比如说 谁晓得呢 大家都会说 汤老师我喜欢听你的直播 因为你的声音很好听 我的声音也没有多好听 很可能只是不那么难听 有一些人可能声音难听 对不对 好我们不难听 可是也许这个不难听 我们再好好的 比如说我保养一下喉咙 然后我 刻意的把这个小小的优点 再放大一些些 它也许就成为我至上的关键 比如说我就开始走 三更半夜跟大家讲话 催眠你们的路线 睡不着的人搞不好就来了 谁知道呢 然后我就再创半夜直播的风潮 我开玩笑的啦 就是你不要小看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小优点 这个小优点都很可能成为你的卖点 只要它有特色 只要它够好 然后你有自觉 你去放大它 你去经营它 这样知道吗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每一个人小小优点总有吧 比如说你很会做饭 你就是你能够把锅巴煎得很香 你可以把某一个食材处理的特别好 虽然你现在的工作可能是总编辑 跟做饭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谁知道呢 哪天你带的便当 就成为大家众人爱戴的对象 然后你就有机会什么 开发副业也好啦 或者是成为网红也好啦 谁知道呢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的小强项 OK 而且我说真的 土星冥王星现在在摩羯嘛 对不对 总有一天它会移到水瓶 通常水瓶座被强调的年份 也就是未来的世代 蛮长的一段时间 十几二十年 还没有到 但是那十几二十年 二十年里面就是全民的时代 全民的时代 也就是说大家是齐头式的平等 你是贵族 你是平民 我们都在一个 重新被解构的一个社会状况之下 你都有可能是那个突起的人 或者是在 因为大家都很公平嘛 没有什么阶级之分嘛 没有什么 你一定要名门之后 你一定要有什么协同证明 没有不需要 到了水瓶座的时代 就是你有特色 你就是赢家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 我们自己身上的特色 不要让自己平庸化 不要让自己扁平化 这样知道吗 扁平化就是 别人做什么 我就跟着做什么 流行说什么 我就跟着说什么 然后或者是 什么什么 连锁店开 我们就跟着连锁店的脚步 这都是平庸化 这样知道吗 现在还可以这样搞 跟着很会做生意的人做生意 这个连锁店 跟着一家一家开 没有关系 可是到了水瓶的年代 那就是 那就是好像 网红群起的时代 各产所长啊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头脚争容 平凡人也可以出头天 路人甲也可以成为 天王巨星 很可能选秀风潮又起来了 等等 所以 这样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我们一定要保有我们身上的特色 这个有点太远了 太远了 但我跟大家聊一聊 逆行好惨 对 三月份 尤其是我们要开始逆行 你一定很有感觉 所以你的车子 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呢 说不定你看着导航 你也会迷路哦 因为见鬼嘛 水逆就是见鬼的一段时期 可是水逆的期间 我们也会 比如说缅怀 怀念以前的旧照片 以及过去时代的美好 怀旧的电影可能又会兴起 怀旧的话题又兴起 而且这一股风潮 不只是水逆而已哦 木星土星的逆行 还有冥王星的逆行 在这个 从三月开始 一直到八九月的时候 都是 一直到八九月哦 所谓的 回忆 所谓的 老明星 你又看到老明星的新闻了 你又看到 大家把林青霞 胡怡梦的照片 拿出来说 以前的美女真美 这一些的 就是逆行引起的呀 总是要让我们 把过去的美好 再拿出来对照一下 我们才知道 我们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时代有没有在改变 我们对时代的改变 也在逆行期 感受最深 感受最深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有做比较的机会了 因为以前 不逆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埋头苦干 一直往前走 你根本不会去 回头一看 哎呀我已经走多远了 那逆行就是回头一看 赫然发现 我们走挺远了 我们挺进步了 我们挺退步的 等等 你的很多的感触 就会出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修正 比如说 以前还真美 没有蛇精脸的时代 那些人还真美 所以我们默然回首 回到现代 我们就不要再去追逐蛇精脸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要 让自己恢复一下 比较纯朴的样子 这就是逆行的功效啊 让我们有机会反思 让我们有机会 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 所以前任的消息 新闻 前任的事情 前任忽然跟你say hello 这都是在制造 重新选择的机会 重新感受一下 重新理解一下 以前怎么会那么喜欢他呢 现在觉得也还好啊 就这一类的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什么 放下 真的可以忘记 这不就是逆行的好处吗 你如果不回这个故 你还以为他永远在你心目中 有神一般的地位 那是 现在搞不好你已经比他棒太多了 你根本不需要想这么多 不是吗 好 所以逆行并不是都是坏的 这样知道吗 逆行 它当然有物理上 会造成的一些障碍 比如说手机坏掉很烦嘛 一直不好用很烦嘛 一直说错话 或记错档案很烦 可是它也有好的 就是让我们反思 让我们有机会回顾 然后每年都有三次的水星逆行 有时候会一年四次 这很棒啊 人类是很容易遗忘的 不逆行怎么行 好 各位同学 而且今年水星火星金星都有逆行 到时候他们快逆行的时候 我再来告诉大家 水星的逆行影响的是两个星座 水星守护双子跟处女座 所以双子座跟处女座的朋友 请出列 你们即将要被大家不断的讨论 我们就会讨论 哎呀你们以前怎样 哎呀你们后来又怎么样 然后你就变成讨论的重点 那当然这个讨论 那当然这个讨论 就会把你的过去跟你的现在 做一个比较 你们一定是新闻的热门人选 双子跟处女 你们等着看好了 双子座的明星 处女座的明星 一定会被最近会被拿出来 挑三拣四的说三道四 因为你们的守护星逆行的关系 所以当金星逆行的时候 金牛座天平座 就会轮到你们有事了 那当火星逆行的时候 牡羊座、摩羯座 就轮到你们有事了 好不好 好 哦 不不不 牡羊座、摩羯座跟天蝎座 就轮到你们有事了 为什么有天蝎座呢 天蝎座在冥王星被发现之前 冥王星是最近才被发现 因为它是太阳系、行星系 它最远的那一颗星 而且现在已经被降级了 是矮行星 它不是行星 但错了 在占星学里面 它的地位非常崇高 我们依然坚信它是行星 那在冥王星被发现 因为它是最近一两百年才发现的 那被发现之前的 那么长远的占星时代 都是火星在守护的 所以天蝎座的人 脾气也不太好 不要惹我 知道吗 好啦 所以火星逆行的时候呢 天蝎啦 牡羊啦 还有摩羯啦 因为它这次逆在摩羯 还有水瓶啦 都是要当心 什么时候呢 一 我的书上有写 二 到时候我会直播通知你 好不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线上有五千多位同学 好 拜拜 不要聊太久 嗯